大家好,欢迎关注毛选读书会 每天一分钟,原志原味,聆听伟人的人生真言 第一篇,观世篇,有境于无穷 一,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二,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 像比较完全前进,像相对真理前进 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 达不到绝对真理 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尽的努力 三,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总是有矛盾存在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四,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 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 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 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 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 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五,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 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 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欢迎关注毛选读书会 我们一起感悟思想光芒 汲取智慧滋养 缓发奋进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